说起亚瑟王,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作为不列颠传说中的国王,他是一个极具神话色彩的人物 今天,断刀节目组的灵感就来源于亚瑟王的传说 第一轮挑战中,选手需要从一块特殊的石头上拔出自己的剑 每把剑上都有不同的大马士革图案 而选手选择的剑,决定了他们要打造的大马士革钢的类型 大脑袋选的是滚珠轴承,这也是一项独特的挑战 老灯选择了圣剑,他的剑对应的是一百层的大马士革钢 狗圣选择了扭曲的大马士革,这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选择 刘花强选择了阶梯图案的大马士革,挑战了一个不同的图案 选手们有三小时的时间,来打造刀刃 长度要在一百二十五到一百三十厘米之间,并且必须进行酸镜处理 成功晋级后,他们将面对砍石头和割砂袋的测试 材料室中提供了各种类型的钢材 选手们需要根据自己的选择,来制作大马士革钢 老灯选择了16层交替1095和15N20钢的叠加 然后,他进行断烧,狗圣面临着扭曲大马士革钢的挑战 他需要将钢块切拌并再次叠加,最后进行扭曲 刘花强则需要尽快叠加阶梯型大马士革钢 然后制作刀的雏形 随后,他要在上面可出阶梯型的纹路 而最具有挑战精神的人就是大脑袋了 要知道,滚珠轴城,这可是选手的噩梦 他非常不好控制 大脑袋选了一盒滚珠,三个金属罐 然后,他将它们进行融合成一个钢胚 在断烧之前,他涂上修正液起到隔离作用 现在比赛时间还剩两个小时 狗圣的钢胚看起来不错 汉凤很完美 老灯这边在断压第二下的时候,刚开始分裂 他只能撒上猪汉剂进行辅助 狗圣将烧红的钢胚进行固定 可18岁的他身体单薄,引来了威尔的调侃 因为当你的体重达不到虎钱重量的一半时 你站在上面根本压不住 所以,他只能去寻求帮助 他找来了大脑袋来帮忙压秤 最后在大脑袋的帮助下 狗圣完成了扭转 而大脑袋的表现,也得到了评委们的点赞 他的金属罐烧得差不多了 现在开始脱层 前两个钢胚很完美 就是最后一个有点不乐观 时间还剩一个小时 狗圣的刀已经完成了脆火 他进行固定浸酸处理 刘花强的刀也完成了脆火 最后十分钟,大脑袋刀也打造完毕 威尔开始倒计时,点评现在开始 刘花强的刀曲线很优美 刀上的阶梯花纹清晰可见 整体非常不错 老灯的一百层大马士格 他的刀上有一大片橙色的铜绿 这是因为浸酸导致 再就是刀柄太大 刀根太细 狗圣的刀几乎完美 我怎么总感觉来参加比赛的年轻小伙子 做工都很老练 他的刀只需要清理一下刀刃和刀根即可 最后是大脑袋的刀 他的刀问题就大了 刀并没有完成 但是他的助人精神值得表扬 所以按规则 这轮大脑袋被淘汰 剩下三人成功晋级 本轮比赛的硬性要求是骨质刀柄 之后 他们将进行强度锋利度测试 三人之间展开PK大比拼 究竟谁会被淘汰呢 比赛一共两个小时 现在开始 三人冲进材料室开始挑选材料 老灯选了一个未知材料 他打算做隐藏刀根 刘花强选了两个骨片 随即 他开始清理刀柄 狗胜将材料贴合刀柄 并开始定位打孔 他涂上还氧树枝进行固定 老灯将骨头切割在上面钻孔 刘花强的刀太硬 导致钻孔机无法正常使用 于是 他只能通过加热来使其软化 狗胜的刀柄已经完工 速度非常快 最后15分钟 刀柄环节相对比较简单 并没有太多复杂的操作 选手只是将材料定位打孔 涂上胶水进行固定 倒计时结束 强度测试即将开始 先是狗胜的刀 狗胜的刀锋很锋利 只有轻微的划痕 刀柄光滑且舒适 做得不错 然后是老灯的刀 老灯的刀也完好无损 就是这个石头质量不高啊 他的刀脊整体向下 护手部分有间隙 最后是刘华强的刀 这把刀的威力挺强呀 他的刀锋很锋利 但是边缘部分有点顿调 刀柄的握感非常舒适 然后是锋利度测试 皮包切片缓解 先是狗胜的刀 这感觉有点烧迅人意 他的刀中间可能受强度测试影响 锋利度太低了 但是刀尖部分还可以 然后是老灯的刀 这怎么感觉差不多呀 看来 这皮包挺难搞啊 最后就看刘华强的刀了 完蛋了 这个更差 袋子完好无损 很明显 刘华强的刀无法切割 最后他遗憾止步于此 狗胜和老灯将要决一死战 他们的终极挑战是 神器石中剑 神器石中剑位于意大利的西耶纳 传说大天使迈克尔 将剑轻而易举地插进石头中 只有部分刀身留在外边 至今 这把剑还在石头中包裹着 科学家通过金属勘测 将时间线追溯到12世纪 这正好和大天使石剑线吻合 规格要求剑身尺寸 要在73到78厘米之间 底部至少5厘米宽 武器要有一个 17到20厘米之间的十字形护手 除此之外 他们还要制作一个 源头凹槽双刃剑身 四天后 两人带剑回来进行测试 第一天 狗胜今天开始堆叠钢板 进行断打 他只是打造出一个雏形 一天就过去了 老灯今天要做扭转大马式隔钢 他将当进行焊接之后 进行焊接断烧 之后 他开始扭转 第二天 狗胜今天开始脆火 成品发生了弯曲 他试图固定掰直 加热剑身后 他进行压制冷却 最后剑身成功变得比直 第三天 老灯将剑进行热处理 开始断烧脆火 剑拿出来很直 但是在固定的时候剑弯了 于是 他只能重新脆火 狗胜这边开始为剑浸酸 并迫不及待地测试一番 然后 他开始打造剑柳 进行组装 最后一天 老灯将护手源头组装完毕 他快速缠上伞绳 十只剑就大功告成了 第二天 两人回到现场 他们将要进行最终测试 狗胜的剑是40层大马式隔钢打造 防护罩源头是低碳钢制成 剑柄为沙漠铁木 老灯的剑是三小节大马式隔钢打造 沿层压板的每个方向中心扭转 配件为青铜伞绳包裹剑柄 下面要进入杀戮测试 狗哥的砖场势不可挡 这期的塑料假人测试 我又要处理了 先是狗胜的剑 测试完毕 狗胜的剑平衡性极佳 不管是反手正手都很好控制 完全能够完成任务 我们再来看老灯的剑 测试结束 老灯的剑身很漂亮 每一下攻击都能够深入目标 然后是强度测试 先是狗胜的剑 狗胜的剑发生了弯曲 但这还不算晚 大卫又向两位展示 他的剑身弯曲非常严重 如果继续测试 会有危险 他随时可能面临淘汰 但还没结束 现在只能看老灯的剑了 最后他是否能够撑过强度测试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老灯的剑成功通过了测试 所以很遗憾 狗胜与冠军失之交臂 让我们恭喜老灯吧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对于本期节目中 选手的表现 你感觉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 发表自己的看法 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视频 也欢迎给我留言 关注我 不迷路 这里是十六的好奇心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